大家好,我是老万 今天是2022年8月28号6点的54分 这就是我直播带货的地方 我每天晚上的8点半到10点半直播带货 也讲房车支持 有一个点大家问的比较多 就是经常会有人让我比较床车和房车 哪会更好 以下说的代表老万的个人观点 如果有误导大家的地方 咱就得说抱歉啊 但是它确实是我的实话 首先我觉得这个二者之间呢 它都是一种户外的旅行方式 各有优缺点 你比如说床车 大多数床车不需要你再做投资 那么你家里有车你就可以用 这是第一 它不需要再花钱了 而房车需要再花钱 第二就是在行驶的过程中 床车它比房车要好开 因为床车就相当于你自己的车 拉了一些东西 而房车呢 拖挂房车前后牵引 自行式房车还要高一点 也要担心性高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床车是更自由更灵活 那么它同时和房车比呢 它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它空间不够大 车里不能做饭 车里不能洗澡 但是车里可以睡觉 而房车呢 它车里就能坐着聊天 能够做一些简单的烹饪 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 在房车里面待着也很舒服 而在床车里面待着就不舒服 这个二者的优缺点 其实大家一想就完全能够想明白 但是我觉得这二者又有紧密的联系 我经常给我的车友出一个建议啊 我说你在买房车之前 除了要去跑房车展 除了这个了解房车 包括试乘试驾啊 甚至租赁之外 你最好在之前的时候 你家里有车 你先用床车出去玩一趟 床车的玩法 一般是 比如说带一个洗浴的帐篷 你可以在户外洗澡 哪怕说你专门去酒店开房间洗澡 你像我可能一周洗个一次 那两次我觉得就够了 那么这种床车生活 如果你都能够接受 那么你再去买房车 基本上不会说买完了之后发现后悔 因为床车生活 它空间感呀 包括什么做饭呀什么 它比房车要费事一点 但是这种生活你都能接受了 就证明你真的是喜欢户外 这个时候你再去买房车 那就是有备无患了 就避免了大多数人 把房车生活想得过于美好 把户外生活想得过于美好 买完房车之后发现 不是那么为事 结果就卖了 那么就是十几万 就直接就扔在里面了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如果说想知道房车床车哪样好 先开你的床车出去 哪怕你就放一些简单的 什么户外电源呀 放那个简单的被褥 洗租用品 先出去就玩一周 如果说这种能接受 那再去买房车 我觉得就很OK 把它二点放在一起比较 其实没问题 但是还不如先去体验一下床车 这是买房车最稳妥的一个方式 我心目中买房车的正常的方式应该是 你先是看了视频种草 当然包括看了老万的视频 然后千万别激动 别激动 然后这时候去开着房 开着床车出去 觉得哎 开着床车出去 我能接受 然后这个时候再重点的去关注房车 看我们自媒体人拍的视频 然后参加房车展 然后去房车场去看 这些步骤 我觉得真的一步都不能少 要谨慎谨慎 买房车就是一个谨慎的活 好了 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话题 大家看到的这些东西 在我的橱窗里都有卖 如果想支持老万的话 可以去我的橱窗里去购买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